你会有心慌胸闷或者心脚痛之类的症状吗 当然没有 前几天不是才晕倒吗 那就一次 医生怎么样 我这身体调理得还不错吗 还行 这样 我再给你重新开副药 这次的药可能会苦一点 你得忍着 换药 为什么要换药啊 是宝宝有什么问题吗 你这胎儿都几个月了 我这药是根据你胎儿成长调整的 放心吧 胎儿一定会健康的 嗯 锦年 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好 注意安全啊 好 啊 哎 医生 悄悄的状况到底怎么样 情况比预想的要糟 根据你之前描述和现在的诊断来看 他已经频繁出现凶猛心慌的症状 而且还有晚上睡觉不能平躺的问题 这都是非常危险的状态 什么意思 他会有危险 是一直都有风险 照他现在的状况来看 可预见的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十 现在做引流手术也太迟了 你的想好 到时候万一真出意外 保谁 我 你 好